作为一个男科的女医生啊 我每年看的杨维早歇啊 非常非常的多 我总结了大部分患者 公有的一个特点 就是抽烟 那作为女性啊 作为一个男科的女医生 闻到烟味啊 就像嗅到了天敌的气息 是一样的 有的人从外面进来 你有没有感觉 扑面迎来的风啊 都是浓浓的烟味 还伴随着干壳呀 壳黄色的老痰等等 那对于抽烟 壳黄痰 干壳酒壳等等 我们要做的 就是从根源上 补肺止咳 可以试试 虫草串背膏 它里边的虫草菌粉 Ci-4 补肺益肾 琵琶叶 清肺止咳 酱腻之藕 穿背母 清热润肺 化痰止咳 当然抽烟啊 它粘稠的 可不仅仅是黄痰老痰 长期抽烟粘稠的 可能还有我们的血液 我们都知道 烟草中含有大量的尼古丁 也含有一些化学物质 这些成分在进入人体之后啊 可能会刺激神经组织 释放激素 从而呢 导致血管出现收缩 因此呢 它不仅仅影响肺 引起黄痰 也可能会影响性功能哦 所以你们知道 为什么烟荷上总会写着 吸烟有害健康了吧 谢谢啊 谢谢啊